直接过到底 最终合牌草花圈 这样的话 Mia成顺 而Nick拿到铜花 这直播都快结束了 这又来一集 欢迎来到龙凤德州 来看这一手牌 Murgy拿着一顿酒 钱口味加注到了一千 DK是不同色跟注 抓位的Dr.H.A勾红袍也跟了下来 目前Dr.H的胜算还是领先的 翻牌 348两张红桃 Dr.H拿到了 拿到一手A花挺牌 而Murgy直接是打出一个超齿 我可这哥们真自信 真就不担心对手手里 恰好有着什么实时勾勾这样的牌 勾勾的可能性可能很小 1010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1010对吧 反手一个跟注 翻前 Dr.H喊出欧印 这直接把Murgy逼上了 绝落 没办法 这一个超齿的下注推出来 Murgy直接套持了 那就来呗 一手握开的牌 H大夫坐拥成蹲的奥斯啊 几张啊 9张6 15张吧 好 这又多出来 4张5 合拍 两次发牌 第一次Murgy躲开了所有的正确答案 这对于可带久来讲 我觉得已经不错了 还拿下了一条鱼 好 第二次 现在当代是被逼上绝路 合拍 平分了 可带久还搁这摇头呢 殊不知道自己胜算其实是落后的 来看这一手牌 肉球卷拿到一手一圈 1200刀的三败 对上了虾哥的A钩 两个人后手都还有个1万左右 这一手牌 翻后一张A4啊 Murgy直接起飞 翻牌 K56没发A4出来 K掉出来 这另输了 那这样的话 虾哥的位置优势啊 可能会成为这手牌的转折点 翻后Mia继续打 三分之一波 常规下注 这牌虾哥感觉 常规打法就可以了 跟住 转牌看看Mia的反应再说 Mia过 Shrimp再选择 去打还是 怎么着 直接一个float 排面还是很干 这手牌呢 现在七八成顺 Mia肯定会担心起 也会担心 Shrimp中K 那 这一枪Mia大概率是开不出来的 这手牌注定位置差 可能要输 过 好 虾哥的机会 不打 虾哥不打 虾哥竟然不打 虾哥不打 合牌草花石 虾哥已经示弱了 给Mia机会 Mia 来吧 打上一枪啊 总不能一直过牌吧 感觉Mia这一枪可能打不出来了 他觉得虾哥连续过牌啊 必有蹊跷 手里可能藏了一手大牌 就等着他自投罗网 而这个过牌呢 也给足了虾哥机会啊 2000 抵持4000 虾哥只打了2000 向足了一张老K的王者之士 在这拿价值 可惜了 Mia 可惜了 来看这一手牌 DK二三方块 先手夹住到了340 这个Open已经比大多数这张桌子上 圈圈KK啊 先手启动朋友大了 这个翻牌面啊 478两张方块 DGF和DK 两个老冤家 又拿到了铜花停牌 DK呢 翻后直接打了1000 TilerD Side4 在他身后跟住 现在行动回到了DGF手里 换做是你 你拿到DGF的牌 你会怎么做呢 你是在比较差的位置上 选择直接跟住 等着转牌 无论重不重牌都过牌呢 还是像DGF这样 直接推出来啊 希望可以在这个 目前变数不多的牌面啊 先把底池给收入囊中 但是他能过DK这一关吗 DK的话 DK这铜花停牌主要有点小 看到一个跟住和一个O印 其实我觉得可以秒读自己落后的 如果是一手花顺双抽 DK会毫不犹豫的跟住 但是只买花一个小铜花的话 DK走了 TilerD肯定是会接的 DK如果真的是一手天顺的话 不会打得这么击近 Oh my god 17940刀的破 截止到目前为止 今天晚上最大的底池了 一张八 游戏结束 没了 还有一次发牌 草花三 盒牌 反框 颜色对了呀 但是花色不太对呀 我最后是回想了一下 DK无论是周一还是周四 他真的有在牌桌上赢过钱吗 来接着往下看 只要DK和DGF在 那么这张桌子上永远都会有这种局面 DK的O印 DGF的A2不同色跟下来 不过这底池并不大 DK出的已经没胜太多了 一次发牌 对于DK来讲 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 那就是 Nate Hill已经破掉了自己的一对狗 转牌黑头圈 DGF还是凭借着A-high领先 不过合牌 特写又来了 DGF在牌桌上打牌 永远臭着一张脸 没办法 眼睁睁的看着自己面前的筹码 越来越少 确实挺难受的 我不玩了 老子我不玩了 老是搞些什么翻牌面 就给我来个周印代 这恶心我 来看本期视频的最后一手牌 Dr.H R4黑桃 墙口位 Race到了220 Nate Hill圈5黑道跟住 Mia 肉球结 装为A10杂色跟下来 哎呀 这个 翻前没看到一个三败 又是个五人池 翻牌 哎呦我这眼神六九钩还是八九钩啊 八九钩 八九钩的话 Mia有10 双头摇顺 不过 尼克老板拿到了最大的铜花停牌 所有人都过 翻前 翻前谁起都喷啊 Dr.H起都喷 Dr.H 确实没牌 直接过到底 最终合牌草花圈 这样的话 Mia成顺 而Nik拿到铜花 这直播都快结束了 这又来一截啊 不过很奇怪啊 Nik为什么喊着大家盖牌呢 这牌面可是单石成顺的呀 Mia或者TilerD手里就不能有张石吗 其实这儿我觉得挺耐人寻味的 如果Nik Vertucci手里没有好牌的话 他在偷的话 他不会喊大家负 对吧 你偷鸡的时候 你肯定会少说话 我觉得这无形之中 也是给了Mia信息啊 Mia能负掉一张石 真的很不容易 Nik老板完全不敢相信 Mia能负掉一条顺子啊 听说打得这么好的牌手 怎么会坐在鱼乐牌桌上 好 那么随着这手牌结束呢 今晚这个短暂的直播呢 也就先告一段落了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周再见吧 希望下周还可以看怎么样 下周见了 朋友们 Who ends up down about five figures There you have it Billy down 12,000 Nik down 9,6 TylerD up 24,6 Shrimp up 12,000 Murgie up 7,900 What a day We are back at it tomorrow Don't forget Everything starts at 1pm tomorrow Make sure you join us I am David Tuchman And I am out Goodnight guy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